今天让我们玩个烧脑的 这个直角三角形 底和高分别是13个单位和5个单位 然后面积正好可以分成这4个小一点的图案 没错吧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4个小图案 只是重新挪个位置 还是组成一个底势13 高15的直角三角形的话 却会发现中间缺了一个正方形 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再来多看几遍 看你能不能找出破绽来 其实关键就隐藏在这一大一小 两个直角三角形的比例上面了 你看这小的三角形的底高比是5比2 大三角形的底高比是8比3 所以其实一个这边的角度大约是22度 另一个则是21度 两个接在一起 中间是有一度的转折的 只是太不明显 我们就很难察觉出来了 你看如果我把小三角形放大一下 把它的底也变成8以后 它的高是明显大于3的 正因如此 一开始我们看起来是个直角三角形的三角形 根本就不是一个三角形 而是缩了一点点进去面积略小的内三角形了 为了看得更明显 我们只要把上面的三角形拉高一些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 你看如果这个时候再把它们重新组合缺的面积就更大了 前后两个内三角形一个的斜边是往里面凹 另一个的斜边是往外凸 这一凹一凸扣出来的面积正好就是缺的这块面积了 现在你明白了吗 不要